而瘦肉金美牛开放到底安全容许量是多少呢 立委赵天林今天追问卫生署长邱文达 那么就要求呢这个这个当署长的人必须要摸着良心来讲 到底这样的一个开放多少的剂量是不是邱文达所主导的呢 还是是马总统呢 这邱文达始终都是吱吱呜呜的答不出来 气得赵天林拍桌怒骂 结果呢台下的国民党立委徐少平不断的急着护航 使得今天的委员会台上台下炮火四舍 让新科立委赵天林才上任就发飙 原来都怪他卫生署长邱文达 无证据科学证据证明莱克多班收入英对人体无害 白纸黑纸拿出来来哪里 我们是跟着会议记录 非常确定 从医学的科学的角度来看 那么科学的角度也没有所谓的检验出来 到目前为止没有收入精对人体没有伤害啊 极为量的情况下 我想 是吧极为量都还没有一个标准嘛 现在现在专家学者 Codes 他们都还没有一个标准出来 不就一个表态战不战成韩瘦肉精的美国牛进口罢了 看看前任署长杨志良人家都敢表态 反观邱文达也难怪立委会耐不住性子 是有口难言还是爱惜羽毛 这让人不禁又想到瘦肉精美牛事件爆发后 那个声音的邱文达 有一些声音说我突然消失了 那么我想这个是我们团队合作很重要的 科学数据吗 伤害跟没有伤害 请署长表达清楚 那个这个独立的观念 我想是不是请康局长来 他这个 不是我先我先请叫署长 日本是比较少比较多 说他们定时PPB 是这样吗 这个我想我是不是可以请 萧夫主任 瞧还真的不止沈颖 署长还很懂得推 只是遗憾没能过立委发眼 只是看到这别说立委 就联寿邀语会的学者也冻没掉 现在这个瘦肉精这个情况 我们基本上是被霸凌的 然后这个部分呢 再去边境再去管 再去市场再去管 还要花我们国家老百姓的这个税钱 花我们的这个代价 这就是咱们政府官员 面对瘦肉精牛肉的态度 也让人不禁想问 叫人怎能放心 三星文一级文昌台北报道 还有瘦肉精的美牛开放 是行政院在五号夜里头呢 自己默默的就这样子写了稿子 就开放了 禀发外界抨击 根本是一种夜袭行动 今天一早立法院未还委员会 更上演国民党立委徐少平 为了护航美牛政策 无视意识秩序 在台下跟民进党立委赵天龄 对杠的巨马 民进党立委就质疑 说这是马政府开放问题 美牛的奥夫 一方面借由行政院拍板 而另一方面也向立委党团施压 让国民党固分区立委 来承担责任 明明是民进党立委 赵天龄的质疑时间台下却一片闹哄哄 仔细看 原来是国民党立委徐少平为了美牛争议 忍不住站起来和发言立委对杠 看得出身为国民党部分区立委 徐少平护航美牛简直不遗余力 那我是觉得我们也不当主持 对不对 那让政府以国家 我们的健康把持住 我们把能够容许的这个量 把它制定出来 你10匹匹认为不够 你5匹匹也可以 你可以更低也可以 都可以讨论的 马政府拍板有条件解禁美国牛 还拟好两套策略 一定要让美牛解禁 改立法又过关 除了行政院拟政策说帖 立法院方面 也由国民党大党边林洪池 出面协调 持反对意见的党内立委 马总统把压力丢给党内立委 下指示务必过关 但在野党立委可不买单 坚持反对到底 马义凌驾党义凌驾民义 所以有民义压力要选举的 区域的立委都不敢为马政府辩护 那那些靠党义的部分区立委 当然啦 他看官不看贵嘛 所以就是在护卫 行政院十六次真言一公布 非但没让民众吃下定心丸 反而掀起朝野立委 更大的反弹声浪 三星丸综合报道 而民间的反弹声浪也非常大 嘱咐联盟 今天前往行政院去抗议 大骂美牛专家会议 根本就是个幌子 那么行政院也派出官员回应 说开放的前提呢 是全民的健康 还有部分民众的利益都要兼顾 此话一出被公民团体痛批 所谓少数民众指的根本就是财团 他们认为政府一点诚意都没有 安全健康这个是绝对是重要的考虑啊 但是也涉及这个部分民众的利益 这个都是要兼顾的啊 作为政府部门的话 就是要同时兼顾 明明要来接请愿书 没想到确实提油灭火 关于口中要保护部分民众利益 指的到底是谁 公民团体痛批 不要把财团拿来跟民众混为一谈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草率的 没有完整的讨论 没有完整的评估 甚至有没有完整的资料 在这样的情况下 政府就采取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我们经过到行政院来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 原来我们到门门会去 门门会开放三家会议 被逼紧了 官员居然这样说 就你的专业来讲 你觉得瘦肉筋有没有害 一本八建议 我不是这个这方面 我自己是练经济的啦 安心市民工工 沉重无能 沉重无能 局部条说不要活在恐惧当中 喊口号要沉重下台 一百多个团体原本要递请愿书 最后行政院诚意不足作罢 官街就开欢 警察院门口唱起歌 要替全民发声 瘦肉筋一旦解禁 他们扬言抗争 势必持续扩大 三十文综合报道 而政府呢 在夜洗行动 那么说呢 要有条件开放 瘦肉筋美牛的时候 他提出了16字的政策真言 但是听到养住后的耳里 感到非常的刺恶 于是他们同样也写出了 16字真言来反抢 这16个字 气上瞒下 不务正业 马上变脸 自求多福 主要痛批呢 政府根本就是在搞欺骗 使得养住户 必须自求多福 那么猪农也不相信 所谓的真的会 牛猪分离 这样的承诺 决定明天3月8号 全台湾要集结 近万名的养住户 北上台北 到街头进行抗议 养住协会发言人 潘连舟 毛笔一辉 也写下16字真言 回送给行政院 我们的政府 七上万下 服务正业 马上变连 都民族要自求多福 我们是要吃食杭 是避免是反正 这样实在 是我们政府 哪里能信任一 养住代表 回呛政府 有条件开放 韩寿佑金美牛 对于政策招心力改 养住户只能自求多福 就怕下一个轮到他们 因此8号照样动员 北上抗议 游览车公司 乔驾驶 分配车辆 这几天忙到不行 因为全台养住重镇 在中南部 8号抗议 除了北部及东部 占5000人 中南部也策动了近5000人 全台预计200辆游览车 境外名养住户集结 发生抗议 从开始接单 我们就一直在编排的 瞧了10天 对啊 游览车桥地 养住户也做好准备 8号清晨将从全台各地北上 要将所有的不满心声 一次宣泄出来 3D新闻 宋部推动权 张晃明 南部综合报导 好 明天呢 这些养住户就要上街头了 因为他们很担心 那么这个 含有瘦肉精的美牛 一旦开放 下一波要被开放的 就是猪了 好 所以呢 将近1万名中南部的猪农 明天准备北上抗议 他们不仅是带了猪仔 说要给农委会主委 陈宝基来帮忙养 甚至也不排除 杂鸡蛋等更为激烈的手段 就是要向政府表达不满 两只小猪仔被抓出猪舍 准备梳妆打扮上台北 就是要送给农委会主委陈宝基 很可爱 可是没人爱啦 这些太坏了 除了送猪仔给陈宝基 南部猪农还大阵仗准备布条 3月8号要北上抗议 对政府就没信心啊 哪有可能相信的啦 但是上万名的猪农说 他们不排除还有更激烈的做法 举起手来就是一阵猛丢 这种恐怖的丢粪和杂鸡蛋场景 不排除在农委会再度上演 面对猪农来势汹汹 农委会员工各个胆震心惊 我们早点上班离开的时间 门大门就在管制 口侧门吧 我们现在还在开那部会议 猪农准备包围农委会 到底会采取什么策略来应应 农委会保密到家 只透露可能会关闭大门 让员工从侧门进出 也不排除请警方协助 用这种拦截网来个你丢我接 但究竟抵不抵得过 猪农们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势 恐怕很有得拼 但立即是种不得 好 另外就是情流感的意义